張少涵14號選回演唱會 唱回台北小巨蛋 除了帶來多首經典好歌外 還請來好朋友清風擔任嘉賓 誰知道一出場就讓Angela秒崩潰 我就是一個今年剛出道的新人 然後很開心一出道就可以來當Angela嘉賓 我也是從小 跟妳的音樂長大的 那今天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妳出來唱歌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笑 不是啦 還是講一下感性的 就是上一次我們 這樣子在小巨蛋唱歌 已經是11年前的事情了 話風一轉好快喔 對 我就是喜歡話題轉得很硬 11年了 11年了 真是 當時我才剛出道 喂 清風真的很鬧 還不只這樣 談到兩人合作的有形的翅膀 這感人的歌詞 究竟是怎麼寫出來的呢 清風這解答 真的讓現場超歪 因為我就是在洗澡前 接到了妳的命令說 我需要一首歌叫有形的翅膀這樣 我就邊洗澡就邊想這樣 一邊就是好像 我們之間的內心是 明天的投票就是 清風少涵之間 非常的適合 嘉賓總是還有一些功用嘛 就提供一些梗 我這個人沒別的就是梗多 而且都不用事先準備 也是剛剛突然想到的 之前我也忘記 其實是在裸體的時候 寫這首歌的 沒想到就成為妳有形的翅膀 這一首歌突然畫風一轉 感覺有點酸 洗完了再站起來面對 不准給我改造成 我忘了再一站 去難免飛 哇哇哇哇哇哇 那 隱形翅膀帶著我香香 不好意思我去後面 清風你確定不是來雜場的嗎 但真的不得不說 聽完清風這樣介紹 小記者真的好想重溫一下這首歌 不要說對你們不好 來一起聽 有感受到清風少涵的赤裸嗎 請想像我們現在是沒有穿衣服的樣子 先發音了 台湾包到 在世上 在世上 在世上